我曾經收到一個朋友的 不是來信 是留言 因為很先進的了 不會有人來信的了 這位朋友就說 喂 何榮 你這麼喜歡託敵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教這個羅馬 幫這個託敵完成 拿歐聯的夢想呢? 我聽到這個留言之後 我真的突然覺得 為何會有一個人是比我自己更加了解自己的呢? 而我竟然不記得了 原來我可以這樣做 我們現在看到羅馬的版面 我真的聽到這個朋友說 既然是這樣 我真的要幫我的偶像託敵 拿回一屆他夢寐以求的歐聯冠軍 OK? 但是要完成這個夢想呢 真是談何容易呢? 因為羅馬現在的實力已經是大不如前 祖倫達斯 叫做衣甲最強的球隊 去到決賽對著巴塞 都是無以為計的 好啦 但是沒辦法啦 既然要實現夢想 夢想就是這樣的了 夢想就是要做一件未必做得到的事 才叫做夢想 才有味道的嘛 看得到這個教練的名字呢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這個球員叫艾迪亞 現在坊間很多是斯丹教皇馬 過迪奧拉安力基 教班巴塞 有些人說傑斯應該教曼亂 其實找回名宿教一隊球隊 都有一件很有味道的事 既然要幫托迪實現夢想 不可以只是靠何榮 一定要靠一個有經驗的名宿 艾迪亞踢羅馬很多年了 直到他是92至93年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年輕人叫做托迪 92至93年這個球季 托迪終於以第一次的後備入體身份 去踢這個二甲 托迪是1976年 屈指一算他當時應該只有16歲 16歲 拼拼 第一次後備入體踢這個二甲 我們就在幻想的世界當中 艾迪亞就是羅馬的中路首將 大將 第一次見到這個年輕人 加上其實當時 在這個陣容裏面 還有這個契士拿 這個德國的中場球員 我相信托迪一定是跟他學習的 因為位置上是類似的 另外還有米克洛域 這個由紅星隊加盟都過來 這個是羅馬的 現在已經做了教練的米克洛域 還有什麽人呢 當時 迪比亞還沒有去這個羅馬 當時其實 大家比較熟悉的人 還有肯尼基亞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這個風之子 這個是90世界盃 是瑪雅多娜指意他的 但是 安婷就贏不了冠軍 反而是這樣的 好了 現在終於是 進入版面了 我剛剛跳了去看電腦 不知道原來這邊出了事 好了 其實我們看到 就是 這個 我們的幻想世界裏面 實在見到 艾迪亞和托迪說 你是一個非常有前途的球員 你未來就會做羅馬的隊長 我希望你可以為羅馬 帶來一次歐聯的冠軍 結果 其實 托迪也做到事 當年 幫到羅馬 拿到二甲冠軍 踢這個 5212 或者叫532 或者叫3232 或者叫3412 那樣的陣式 所以 現在我排回艾迪亞 當時和托迪 合作過的 這個 是3412的陣式 托迪做隊長 前面兩個 是打雙箭頭的 三叉擊 進攻鐵三角 當年托迪 就是和巴迪高 和蒙迪拿組成的 所以就是經典陣式 希望用這個陣式去衝衣甲 或者勾聯 但是要完成這個夢想 有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托迪將會在季尾退休 那你說我可以怎樣呢 這件事真是王子 不急就何詠急了 那就是說其實 要用這個手來上的陣容 或者是這個 只有40M的轉會費 去拿歐聯 究竟可以用什麼的方法呢 但是如果你要幫托迪 完成歐聯的夢想 我相信 以暫時羅馬的轉會費 和班戴是不可能的 而且有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你會不知道 托迪何時退休 你會看到 我這個版面叫做合約 可以幫托迪續約的 但是呢 不是那麼容易 插到這個卡關出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試過插過幾次都不成功 到最後呢 其實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托迪第一季不退休呢 這個真的是超必 是我自己發現的 就是你要把這個 你這個遊戲的貨幣 把它轉成美金 如果你把這個貨幣轉成歐元 或者轉成第二個貨幣 托迪第一季 是會退休的選擇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那麽大問題就是 我可以搓到出來 那麽就 照同他續約 那麽越長越好的續 是吧 起碼續三年 逼他遲些退休 那麽我們可以慢慢 重組那個是 陣容 那麽你見到托迪 他真的接受了這個合約 那麽如果他續多三年 他計算他本身過一年 那麽就是還有四年時間 可以拖到他應該是43歲 那麽去到2020年是有機會的 那麽 好了 托迪還有四年的合約 那麽但問題就是 那麽我們見到這個班底 那麽似乎真的 有個問題在裏 就是中堅很一般 那麽習呢 都有個這樣的人在裏 那麽是葡萄牙球員 都叫OK年輕 那麽這個是會進步的中堅 我記憶上好像不是太記得 這個就是OK的希臘中堅 那麽另外華美倫 這個阿根廷是中堅29歲 不能長遠依賴 迪羅斯年紀佔大 小到達文可以保持著用的 那麽其實都沒有一個正近的進攻中場 那迪斯谷是否可以長期依賴呢 艾沙拉維絕對是未來我們祖軍的一個重要人物 那麽尼安高蘭也是可以先擺著的 那門將方面 其實我想信一信這個新的巴西門將 那麽事關呢 我是巴西教練 那現在 那當然會對一些巴西人 是情有獨鍾的 而羅馬為什麽陣容都叫有些厚實呢 其實很多球員都是借回來的 我們見到這個是斯哲斯尼 巴西的右閘 阿根廷的充堅 巴西的左閘 葡萄的左閘 華美倫 全部都是借回來的 嘩 這對羅馬 原來的班底真是幾厚的 怎麽搞呢 明明和托迪俗了三年約 去到2020 他現在又說很想退休 其實應該要履行合約的 應該俗了約就不可以無故退休的 所以看看靜觀其變怎麽樣 大家現在見到我有103M 大家不要問我為什麽有 總之我現在就有 OK 那我現在呢 就想簽一個人叫大巴拿 那大家都知道 他將來就很厲害的 那我現在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得到這個任務出來 那我現在就剩下壓哨十個小時 不行 再加 用迪斯哥華亞加8000萬 我見到奧巴美爺已經去了曼聯 喊喇叭就去了雲達斯 8小時 得了 哦 美元發財 沒得彈 那終於呢 我用了真是九牛二虎之力 去籌集這個資金 其實我現在如果還有20M 我真的已經買了很多人了 我選擇呢 就是等到夏季 冬季呢 才再賣人 因為我想看一看球隊裏面還有什麽人呢 是 什麽位置 即是要打半季 去看看 什麽位置呢 就是 有需要球員 好 大巴拿 那正選吧 大巴拿 大巴拿 這個是 是 艾莎拉圍 那大家在這個陣容上面都見到有些新人 沒錯 那我會再介紹 當然 好 OK 那這個轉會呢 暫時 看到這裏先 由於我每一個位置其實都有足夠的後備球員 而正選球員也是OK的 那基本上呢 這次的轉會槍 雖然我還有二千萬磅美容 那但我打算留在冬季那時才用啦 那就看一看我現在的轉會紀錄先 那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的做法 那今年啊 那首先看一看是季初 那首先呢 我好早階段就簽了這個 那一個呢 那一個呢 是 那就是 艾迪亞 打算指以他做新艾迪亞的一個 那一個呢 是巴西東堅 那 由這個 這個 那一個 那另外呢 那就是因為六千五百萬磅 其實我覺得OK的這個價錢 OK的 那它賣了給車路士 那這個希臘的是 那就是文努尼斯 那就是賣了給車路士 65M 那另外呢 就是寧安高蘭其實年紀大 那他就轉去這個是拜仁 85M 其實這兩個加起來呢 已經收了呢 是 超過呢 是100M 的了 差不多120M 那再賣多一個 28歲年紀老賣的是球員 那就是這個呢 阿根廷前方 不是 賣給熱刺 27M 也都是賺到錢的 那好啦 立即就就簽很多意大利的Wonder Kit 這個就是意大利來自拖連盧的22歲 意大利Wonder Kit 那現在已經79了 很快會升的 那16M而已 值得玩的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是 是緯度的 那由力華為股上加盟的是巴西左閘 因為現在呢 我們是巴西的是教練 所以會情有獨鍾的 對巴西人 15M 值得玩的 這個是巴西的左閘會升的 放心 那另外這個意大利的中場 亦都是Wonder Kit 那就是等它升 15MOK的 那另外這個呢 亦都是Wonder Kit前鋒 意大利 那已經80了 那就是24M 那就是年輕 22歲 班納特 那班納特就是今年呢 就是重點收購了 因為為什麼呢 是最貴的 22M已經是最貴了 那就是 那不是啊 24M才是最貴的 那但是呢 班納特呢 都叫做今年的重點收購了 因為實力上面呢 他也是不錯的 亦都可以打到進攻中場 那就是希望呢 他取代托迪呢 是打個正選 托迪呢 就可以打個後備 那另外還簽多個呢 就是安達斯華 那這個應該玩開這個 Coreal Mode都會知道 這個球員遲些會幾厲害的 那就簽它過來先 16M便宜的 先收拾了先 那另外呢 這個是沙拉又走了 我就不太喜歡這個球員 結果呢 賣給阿仙套 為什麼呢 因為41M真的非常之高價 那就放 阿仙套呢 出到這麼高價 那另外立刻再簽多個中堅 因為我們打三中堅 那這個呢 就是葡萄牙的系中堅 亦都是Wonder Kid來的 22歲 那最後啦 把所有的錢都放走了之後呢 就換來一個呢 是球星了 因為始終呢 整季呢 都需要一個球星去撐住的 那就買戴巴拿過來 又是22歲 亦都是年輕化啦 幫這個羅馬 就8000萬磅加迪斯高才買得到 那結果呢 今年的標王呢 其實就是我的 就是戴巴拿 80M再加迪斯高 奧巴美爺75M去曼聯 戴拉巴去祖記71M 那另外這個呢 羅馬希臘後衛65M去車路市 哈利加尼又去曼聯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是耿的 那另外呢 就是尼安高蘭去 這個是白人 威拉尼去阿仙奴 阿仙奴竟然呢 簽到一個好的後衛 即是雲家呢 如果是可以這樣做呢 即是阿仙奴之福 梅頓斯去曼聖 沙拉去阿仙奴 這個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是中堅 以前是防中出身的 以前這個是不以包的 這個馬天尼斯 咦 這個呢 艾斯帕里古達去巴塞 也不是貴的 另外 往後的東西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戰術運用來說呢 都是打回羅馬當年 羅爾甲冠軍的 這個是 三四一二 那個是指令上面呢 我相信 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很簡單的 就是記住這裡呢 就是寬度走位 它兩個都是寬度走位 另外呢 走位上面呢 就要是 潛入後方 兩個都是潛入後方 好啦 那接著呢 沒有啦 其實就是這兩個指令 那它會拉邊多些 那兩個拉邊呢 就會拿到整個 整個球場的寬度 那兩個拉邊之後呢 拉散了些後位呢 那那個進攻中場呢 就可以壓入禁區 是拿多些後上的機會 那基本上其實都是這些指令的 那如果呢 想踢得比較 是進攻型一點呢 可以抄當年呢 羅馬卡庫和簡迪拉兩個呢 是多些是疊瓦式的 那這裡呢 可以選擇叫做總是重疊啊